红终出口 宝积高颖 刚刚讲的那个祖师的公案里面 最后那一句 就是五祖将邪插了记 过去我常讲邪者旅夜 就是行者心中的旅行 旅见之一 但是今天把原文摆上来 讲到这个入不二者 为什么将这个原文摆下来 你看那个邪字 从格 从两个土 土是什么 土是行者现在念念之间 当下下手的行机 为什么是二土 二土就是一个是表神秀 就是表示你威德庄严的 念念之间的实实情服饰 你要立 念念之间懂得 身如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那你的身如菩提树要在哪里立 要在菩提本无上 本无树上立 心如明镜台 在哪里念念 懂得如明镜台 要在明镜 一飞台上 一飞台就是打破一切 你种种妄想执着 台上立 本来无一物 就是你实实情服饰处 实实情服饰 就是你本来无一物处 你能够如是做 是为神秀 是为国师 那国师什么 他可以同意 他可以领导你所有的一切 心意识中 所有一切万法的种种 过去的扰乱 所以心中的种种万法就是万民 以此剧中 以此剧中为师 但是这个师你不要忘记 所以他还有南郎之上 还有当时的这个吴祖士 是在湖北 黄梅 湖北是华中 你念念之间开发处 你要能够召见 如是在二之中 念念懂得不二 不二之中 你是要念念变格 所以叫格土 格这两个土是邪 而邪还有履见的意思 所以每个文字 为什么要这样说 不是故意讲学 是你当时修心人 因为我们修心人 必须还是凡夫 所以偶尔的时候都希望 能够在诸佛祖师的文字之中 能够找到一些当下的体点 当下的体力 假如你真正每天 都是在如是决心上面 念念做官时 你随你看到一些文字里面 突然会发现 每一个字项之中 都好像有另有表示 另有告示 所以你才知道 那个经的不可思议 那个经中的不可思议 那个如同过去 你要拍电影一样 那个经中将来 每个字会在你心里面 放光放明 那个光明只有什么 只有你真正是 念念之间 在如是心上修处 因为整个佛经之中 就是指示 一切行人 一切苍生 明白如是心 阐阳如是心 所以你要是 真在心境上修饰 那个文字自然而在你心中 能够启程回响 启程将来不可思议的 种种指导 指引 所以你看到那个邪处 你就知道 五祖红忍 红忍中拿邪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告诉你 你一年之间 就如是二者之继续中 你一年之间 在看到你将来 行持的忍度 这个行持的忍度 祖师的依旧传到这里 不能更传 不再更传 在更传时 就是什么 就是 多余 就是这一面心 能得此法者 得此心者 就是这一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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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